林宝之战作为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小小战役 虽然没有玄武门之变那么著名 也没有安史之乱那么大的规模 却改变了整个唐王朝的命运 在唐玄宗统治时期 唐朝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只称开元盛世 但在唐玄宗的统治后期 腐败和奢华的风气弥漫 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这时奸相李陵福开始把持朝政 这使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陵福打压一己 培植亲信 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 然而安禄山野心勃勃 一心想要娶李陵福而代之 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因此他暗中扩充兵力 招募壮士 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谋反 在战争爆发前 以李陵福为首的文官集团 与手握重兵的安禄山矛盾计划 安禄山发动叛乱 率军攻打领保 当时安禄山集结了15万大军 向唐朝的西部边境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而唐朝方面则派遣了 高先知和封长青 两位著名将领领兵抵抗 虽然唐军的兵力只有5万 但他们都以忠诚勇敢而闻名 并配备了一些先进的武器和战术 而安禄山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 他假装撤退引诱唐军进入叛军的包围圈 然后他迅速发动攻击 打乱了唐军的阵脚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数日 唐军在叛军的铁骑冲击下逐渐败退 最终唐军被彻底击败 高先知和封长青被迫撤退 领保之战结束后 唐朝失去了对西北地区的控制 国力大大削弱 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繁荣 原本强大的中央政权 也因为此次战役而逐渐衰败 地方势力逐渐崛起 形成了班阵割据的局面 临保之战后 唐朝开始了漫长的恢复过程 然而这次战斗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唐玄宗被迫退位给唐宿宗 以平息民分 同时唐朝也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 试图从内部解决社会矛盾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唐朝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 而安禄山的反叛并没有因此结束 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了政权 使唐朝陷入了内战之中 唐朝的军队和叛军之间 进行了无数次的交锋和较量 尽管期间也有过一些成功的反击 和短暂的和平协议 但总体上 这场内战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在内战期间 大量的人口死亡 经济被严重摧毁 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尽管唐朝最终在八年的内战中 成功的击败了安禄山的叛军 但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王朝 已经元气大伤 其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 领保之战 虽然只是一场小小的战役 却对唐朝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 领保之战实际上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通过这场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历史的诸多问题 首先 朝廷的腐败是导致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 唐玄宗听信谗言 任用监相李林府和宦官武囚林等人 指的政治风袭败坏 朝政混乱 其次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唐朝后期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和将领之间的内斗等问题 导致了战事的势力和国家的衰败 虽然这场战斗并没有直接导致唐朝的灭亡 但它揭示了唐朝内部的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 如果没有这些矛盾 也许唐朝的繁荣可以更持久一些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现在在决定精神 x 中文 假许